那我现在讲过去 还原来 那最高的坐山翻过客 要翻过坐坐山才能到楼窝山呀 你要坐摩托车送你客呀 那我今天去的话能不能赶到啊 渴不到了嘛 要天不亮的时候就渴 天不亮的时候就得去 嗯 这么回事 嗯 那我问一下阿妹怎么称呼你呀 我叫大鱼 大鱼是吧 大鱼您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在此附近 有没有那个吃饭住宿的地方呀 吃饭 对 住宿的地方 吃饭的地方 你要渴到盖山 这里不是盖山呢 这里不是盖山 去了盖山 盖山你这里有多远呀 30多公里呢 这么远呀 天哪 哥哥姐 我从早上到你们这里啊 中午没吃饭啊 现在也还没吃饭 你们这里也没有饭店吃饭 我也找不到吃饭的地方呀 这个咋整啊 你还没吃饭 对 就是没找到吃饭的地方 你一个人来的 对一个人来的嘛 那我也要请你回我家嘛 你邀请我去你家 走嘛 你家离这里远不远呀 我原来的绕过客就 十多分钟就到了 绕过去十多分钟 到了是吧 家门去不去 去的话打不去 好不好 你们同意去的情况 带你们去看一看 去是吧 这样子哥姐们 我就带你们去看一看 他们这边少数民族的一些 民风 以及民族 以及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 好不好 这个大鱼啊 这个我等一下去你家 你阿爸妈会不会不高兴啊 阿爸妈 我都没有见过 没见过 我没有耶 阿妹你是开什么玩笑吗 你怎么可能没有见过 自己的爸爸妈妈 真的呀 我家姊妹三个都是跟我阿公阿奶长大的呀 你家有姊妹三个 都是跟爷奶奶一起长大的 是的 这么回事 大鱼你这腰上别是啥呀 这个 对呀 这个我割东西用的呀 割东西用的 割什么东西用的呀 什么都可以割嘛 什么都可以割 割香蕉啊 割芭蕉啊 割薯啊 这些的嘛 割香蕉 割芭蕉 割树 这么回事 那个 大鱼啊 我问一下 你是哪个民族的呀 我是哪个民族 我是割下族呀 割下族 这是割下族的服装吗 家门他说 他是割下族 你们有没有听出个割下族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呀 你们割下族的女孩子 都长你这样子好看吗 好看 就是漂亮了 对就是漂亮的意思嘛 我不好看 你不好看 我家两个阿妹更好看 你两个妹妹比你更好看 这么回事 她是我们宅子的宅花 宅子里面的宅花 宅花是不是宅子里面最好看的 最好看的嘛 会唱歌又会跳舞 会唱歌还会跳舞 人又漂亮 那你会唱歌会跳舞吗 会呀 你也会唱歌也会跳舞 那你能给我的哥姐们 唱个歌跳个舞吗 可以呀 可以呀 现在唱吗 你方便的情况 现在也可以唱 或者不方便回家都可以唱呀 你不说让我去你家吗 我现在也唱一首嘛 现在也唱一首 那行 也唱一首好不好 谢谢 哥姐们好听吗 好听 打两只好听 看来来的时候我就听她们说 你们这边的女孩子都能够上 我看来是真的呀 真的吗 真的 我叫阿妹更会唱 你阿妹更会唱 就是你说的宅花妹妹是不是 主播你在哪里 哥哥姐们 此时此刻呢 主播正在位于中老缅三国的交界 在东南亚的边境上 在这边少数民族的一个在里面 我呢来这边就是带你们了解一下 这边少数民族的一些民风 以及民俗 哥哥姐们 如果说有喜欢看山看水看云雾的 左上角其实给主播留下一个免费的关注 好不好 那个大鱼啊 你看这天都下雨了 你这老怪咋不知道心疼人 不来帮你一起干活呀 我还没有招呢 那你那长这么好看 咋没招呢 因为我们这边的娃子 少女娃子多嘛 那么整个宅子都没有年轻又漂亮 我强不过他们啊 这么回事 我年纪也大了呀 那你今天多大了呀 我都38块39了 那像你身边的同一人 他们有没有结婚的呀 人家的娃娃都满地跑了嘛 娃都满地跑了 那你家里面人不催你呀 催啊 也催你 自己着急不 着急嘛 也着急 那我问一下 你有没有就是你们这边的女孩子 能不能嫁到我们那里去啊 可以啊 也可以 你有没有见过我们那里来的男孩子吗 有啊 他们来收这些睡过的那些油嘛 收三个老板就这样子 哦 哦 这么回事 诶 那个大鱼啊 你说呢 对吧 你也愿意去我们那边 我呢 是那个自驾游的主播 我走南闯北 认识朋友比较多 你看你要是着急的情况下 也愿意去我那边 我帮你误误误误呗 可以吗 可以是吧 嗯 我帮你问问 好不好 哥哥姐姐们 家人朋友们 有没有喜欢这个少数名字的女孩子 叫大鱼的 喜欢了 咱们跟我们扣薄衣 好不好 大鱼 是啥呀 他就咪咪多嘛 叫咪多罗了嘛 咪咪多就叫咪多罗 家们有没有认识 这是什么水果的 来的时候 我就听他们说 你们这边生产各种 东南亚的水果 芒果 菠萝蜜 看来是真的呀 真的吗 呃 菠萝蜜 他们说这个叫菠萝蜜呀 哦 是啊 你们老外地就叫菠萝蜜 哦 我们老外地叫菠萝蜜 嗯 诶 你这菠萝蜜 老板来收给你们 多少钱一斤啊 收 我到现在都拿 大伙可围猪了 全部丢了地上 阿妹 你开什么玩笑 你把菠萝蜜拿去围猪 这地上咋子烂了 都不卖呀 没有 没有 他们进不烂呀 现在 啥意思呀 几几天 雨季 几天 二十六多嘛 我们三路 他们开车不好进来嘛 三路 人家不好进来 所以都烂在地里面了 是啊 没有人吃 这个树都是嘛 是啊 一块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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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里 中老边境 那个 大鱼 那你们这边 有没有那个榴莲呀 有啊 那榴莲的话 有卖多少钱一斤啊 五块 五块 不是阿妹 你是不是都开玩笑啊 那榴莲 怎么可能五块钱一斤嘛 家里卖 榴莲我们那边卖多少钱 咱们打来公平商 好不好 真的呀 真的啊 那你能不能把榴莲卖一点给我呀 我送你吃吗 那边就有了 那边有 家里面他说 把榴莲送给我吃 哎呀 这阿妹太好了 阿妹啊 你这你也不容易 我也不能白拿给你们东西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买一点好不好 榴莲 没事嘛 你去我家做客 我拿几个给你吃吗 去你家做客 拿几个给我吃 那现在是去哪里呀 回家呀 回家 去你家 去你家的话 你刚说那个妹妹在家 那个在花在家 在不在呀 在呀 在花也在家 在花的话 你给我看一看呗 有啊 我又 我又 我拍了她的视频 我给你看嘛 你还拍了视频 她说 她妹妹是在里面最好看的 就是那个在花 对吧 我看一看妹妹长啥样 这是妹妹啊 哎呀 她长得挺好看的 是不是 她洗菜的时候 洗菜 那我等一下去你家的话 在花在不在家呀 在呀 在花会不会唱歌 会不会跳舞啊 会嘛 等下我叫她给你唱嘛 等一下给大家唱个歌 跳个舞行不行啊 咱们去看看在花妹妹长啥样 好不好 榴莲 榴莲 哎呀我给你天哪 家妈还真有榴莲呀 没骗你吧 没骗 确实没骗我 家妈该说不说 他们这边这个水果是真便宜啊 主播你小气 福袋都不发 这样的歌姐们 左上角给大家发个3000的大福袋 家妈啊 没有参与的歌姐们 咱们双击屏幕 点点赞 加个粉的灯牌 更容易抢到 马蜂窝 哎呀妈 这个咬人吗 有 这还有马蜂窝呀 家妈 你可别吓我了 真的会追呀 我这才看见 真的 那个大佣 我刚刚帮你问了一下嘛 就是我直播间 有很多歌姐们都说喜欢你嘛 就是也 如果说我的朋友有喜欢你的 是不是 看似了你也想跟你站一块 你们这边要不要这个呀 这个 有的嘛 要 要多少啊 要一个弯 那除了一个弯还要其他的吗 我还想要两个大火屋嘛 啥意思呀 就是一头猪跟一头牛啊 一头猪跟一头牛 哦 这么回事 哦 你们这边那个小轿车啥的不要吗 还楼房 小轿车 我怎么整个炉嘛 别发走嘛 炉不行 呃 楼房我家自己有啊 你家有楼房啊 有啊 你家有几层楼房呀 两层楼嘛 两层楼房啊 主播你别磨叽了 赶紧去看看妹妹 那这些都是水果呀 这些都是水果呀 这个是带油 这是啥水果呀 带油嘛 带油 嗯 这带油的话卖多少钱一斤啊 这个 嗯 这个就是一块钱 一块钱 家门真便宜啊 那楼莲有吗 不 那个叫什么芒果有吗 芒果们的这些都是吧 这些都是芒果 这一片都是芒果 这芒果咋这么小呢 这个是三年芒 达得在前面 三年芒 达得在前面 三年芒是啥意思呀 是种下个三年吗 他就 他就结果了嘛 三年就结果了 他们问那个妹妹的话 再花几年多大了呀 二十五啦 二十五 嗯 那妹妹有没有结婚呀 妹妹还没有呢 妹妹还没有 嗯 那前面有个房子是你家吗 那个大别野 哪个 那个是村长家 村长家 村长家条件好呀 村长家他们还不是 找什么上门的 改的了嘛 哦 这么回事 嗯 妹妹二十五的话 有没有结婚呀 没有结 没有结 哦 妹妹长再花 长这么好看 咋没结呢 因为我们家条件 也不知道个好嘛 他就 也是想找个上门的嘛 哦 想找一个来上门的妹妹 你可看看嘛 你也帮他闻闻嘛 哦 我就帮他问问 他现在在家吗 在家 在家是吧 嗯 那行 咱们去看看再花 去他们家啊 看看妹妹 打着 这个大的 咱们这芒果大呀 这芒果是真大 哦 这是叫大青芒吗 大青芒嘛 哦 大青芒 哦 还是头一次见哥哥姐嘛 啊 咱们去看看再花妹妹 长啥样啊 妹妹的话就是 我问一下 如果说来你们这边 就是我们说道插门嘛 还要不要这个了 什么 这个 就不要了呀 不要了 不要的话那需要啥条件呀 我们 我们有 我们条件嘛 就是他来帮我们干三年活嘛 意思就是说 要来帮你们家干三年活 你问问他们个亏议嘛 问一问是吧 这三年时间可不短 都需要干啥活呀 基本上就是 种天种地啊 过交啊 干农活咯 干农活 嗯 白天干活晚上加班吗 加嘛 有时候要加呢 就是加班的话一般是干什么活呀 过交啊 割交 割什么 干嘛白天不割交 非得晚上割交呢 那天过后它天气热呀 不是水烧嘛 白天的话浇水 水少一点 晚上浇水水多 这么回事 哦 那我问一下 来你们干完三年活之后呢 干完三年活嘛 就分天分地了嘛 分天分地 那你家有多少田地啊 我们家嘛 因为没得打热嘛 没得多少 没得多少 就是一样有一小点嘛 一样有一小点 哦 哦 这么回事 我看前面有房子 是你们在这吗 我们在这了 他们说 哎呀 快点吧 赶紧去看看妹妹 他们都着急看债花呢 债花在家吗 债啊 债是吧 嗯 刚刚给我看那个照片 是债花 咱们再去看看债花长啥样 行不行 顺便的话 让债花哥们跳个舞 啊 那个 大鱼 这个房子怎么都用木头撑起来 不是我们的吊酒楼 吊酒楼 这下面不住人吗 不住人啊 下面关鸡关猪这些的嘛 哦 关鸡关呀 关猪的 防野兽啊 防野兽的 哦 哦 这么回事 人们住上面了吗 哦 人住上面 这蚊子不多嘛 蚊子不多 家里面不用 哦 家里没有蚊子 哦 蚊子 三上蚊子多了吗 三上蚊子多了 这一路被蚊子咬的 这是干啥的呀 这个是洗澡房啊 洗澡房 哦 这个是你家呀 哦 我家 不是 大鱼你刚刚不是说你家是那个大楼房吗 大别野嘛 是楼房啊 你这房子看起来年龄比我多大了呀 这个我们五六十年了嘛 哦 五六十年了 哦 那你咋不修一修呢 就找个上门的来修嘛 想找个上门的来修 我们女人和笔法修嘛 我帮你问一问 好不好 哥哥姐们啊 家里面朋友们 有没有想来帮小玉家修房子的 小玉 有的话 可不有 小玉 来来那个老外地 来要房子啊 来嘛 上去啊 他说来一个老外地要饭的 哥姐们去不去 去的话 打包去 不去的话打包不去 家们去不去 我听一下直播间哥哥姐们意见 如果说你们同意去的话 咱们就打个去 同意不去 咱打个不去 我听听哥哥姐们意见 行不行 呃 不去 那行 那不去 咱就走了 行不行 我感觉一个人去也不太好 对不对 啊 阿妹虽然说是那个啊 呃 还没结婚 咱一个人去也不好 呃 主播去 去不去 这是去比较多呀 呃 去看一看 呃 四个爷们吧 这样子啊 我看去打的比较多 这样子哥姐们 呃 既然你们都同意我去的情况下 哥姐们 好不好 你们没有关注我的 关注我一下 行不行 啊 等一下呢 要是主播突然 来那个老外地啊 断播了 可能呢 就是被这个大狱留在这里了 行不行 啊 咱们就上去看看 你们先别走 咱们 你们都在直播间给我撑腰 行不行 他说他要可 他要可老婆 然后没得放适 他来我们家摇房 啊 阿妹这就是你家呀 啊 啊 这是妹妹啊 啊 哎呦 老外地 她说来来摇房啊 不是 我不是 我是过来参观参观 这个妹妹 刚刚是妹妹吗 哎呀 妹妹长得真好看呀 嗯 我能参观参观你家不 你看嘛 这个我家了 哦 这是你家 嗯 这就是你家呀 你家这个大彩店还有 嗯 大彩店 哦 表哥比较了 然后他搬家了 阿妹呀 你这个彩店 这些拿给我吃 我这多不好意思 拿给我吃 家妹呀 该说不输了 她妹呀 这边这个大彩店 在我们那边淘汰了 你说让我来你家吃饭吃啥呀 那这个我们吃的 我们才吃的呀 这吃的啥呀 这个辣子 辣子 啥意思啊 因为我们在山里面嘛 入那些烧摸摸就吃点辣椒 就是这个 哦 你不说嘛 我做 叫妹妹呀 行 我坐一会 家们啊 我坐一会 家们我坐一会啊 我给叫她出来吧 你叫妹妹出来 叫妹妹出来 哥姐们 咱看看妹长啥样 我刚刚没看清楚 家们 来嘛 来这个 主播你乐个点呗 这样的哥姐们 你们想不想看主播 想看的话都打不想好不好 这叫她你过来嘛 就妹妹过来了 哎 这就是妹妹啊 啊 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大家好 哦 大家好 你能不能用你们这个话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啊 啥就是啊 就是爱你们 看你猫超 主播你在哪里 哥姐们主播 现在在那个中 呃 能不能他说 他问我这个面 有没有人哥姐们 顾面打包美女好 行不行 打包美女好 等一下我让这个阿妹 给大家那个 跳个舞 你不是说有两个妹妹 还有一个妹妹呢 还有一个妹妹上学啊 啊 上学啊 嗯 还用一天呢 还有妹妹 不是放假了吗 啊 不是现在没放暑假吗 嗯 还没有 要过两天再过来 美女好是吧 嗯 主播你在这是哪里 哥姐们 现在这里是中老缅 三国的交界啊 在东南亚的边境上 在这边少数民族的 一个在里面 我呢 来这边就是带你们了解一下 这边少数民族的一些 民风以及民俗 去当给的一些 风土人情 哥姐们 好不好 呃 主播你是哪里 能哥姐们 主播是那个浙江的啊 我问咱直播间 有多少浙江老乡 在我这边 是老乡的 咱们公民上打播老乡 好不好 不是老乡的 把你们做 不要打在公民 你刚才没吃 房间吃点这个嘛 吃点这个呀 不是阿妹 你坐呀 坐 咱交个天呀 你吃点这个 我吃一下这个是吧 先我先吃点东西啊 老乡 这么多老乡啊 啊 那个 你也是浙江的呀 哎 那个大狱啊 我刚刚他们 你不是说你阿爸妈 没见过阿爸妈 说啥意思 我刚一直想问你 又不好意思说 我是没见过嘛 因为我跟我这个 两个阿妹 我们两个是同母义父 还有一个妹妹呢 你不是能把照片给我看一看吗 我给你看嘛 三妹是吗 三妹上学 三妹在不在家 三妹在哪里呀 她在那边 我姨妈家 在姨妈家 那等一下能不能让三妹的话 给我们跳个舞啊 可以呀 可以是吧 那我这个在楼上 这是三妹 哎呦 我给天 这三妹长得漂亮 长得还像混血呀 那等一下能不能让三妹出来 给我们跳个舞 那我叫他们两个给你们跳 让两个妹妹一起给我们跳舞 那也行 那也行 你刚刚说到哪来着 就是你说你问我阿爸的事情了吗 啊对对 你啥情况呀 我可以讲你听吗 不怕吗 以前嘛 我听我安来说是 我阿爸是外地人 上海的 啥意思呀 上海人嘛 不是那怎么可能嘛 那你这里是云南的西装板 那你阿爸怎么可能是上海人呢 你这不开什么玩笑 开国际玩笑吗 真的呀 他们以前不是来这里开荒吗 来这里开荒 家们我这里是莫汉啊 他说他爸是上海人 以前呢是 来在西装板 那这里开荒的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么回事 听说过了 大哥听说过 好不好 以前的全部都是森林啊 都是森林 哦 这么回事 以前煮煲炒房的 现在煮煲炒房 那后面呢 后面们 人家说可以翻车吗 他就会客了嘛 他说来 接我们还没来 啥民族 你是部下族是吧 他叫部下族的 就你阿爸就走了 那没把你们带走吗 没有啊 没有 我阿妈也找不着他 也没得问话 他 没得问话 他不是 不是 那后面你阿爸就没来找过你们吗 没有 那你就是 那后面呢 后面我阿妈 有找到现在这个阿爸了嘛 后来这个后爸嘛 他们是来自编的 那个阿爸嘛 有天天的旺派 旺派嘛 然后又来火酒 火酒的时候有打我阿妈 以前我们家教授多 你问我阿妹吗 一样千块 就是 他大大派嘛 那你这两个妹妹就是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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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爸爸 他生的 那后面你阿妈呢 你阿爸呢 后面嘛 他有说他要可乐我打工 他有可乐我了 可乐我有望 有望 有带行回来 跟我阿妈 说是有输了 有输吗 没得天地了 全都被他输忘了了 阿妈可找他 就没回来了 就你妈去找你后爸 就没回来过 这两个小妹丢的 达到二个就才十岁 小的二个才两岁 哦 那就是你三姐妹的话 就是跟爷奶奶一起长大的 哦 那爷奶奶现在呢 阿爷嘛 去年生病不在了嘛 阿奶嘛 今年身体不长 好八十多岁了 哦 那你也不容易啊 嗯 那你现在是做啥工作呢 我现在不工作啊 你不工作 那你有啥经济来源嘛 打零工啊 带着我阿妹 打零工 哦 帮人家老板 折折折抖子啊 那你这一个月的话 能挣多少钱啊 就是 千八块钱啊 这你够花吗 以前吗 够吗 现在不够 以前够 现在不够 哦 阿奶油身体不好 小小的 我们又在上学 哦 在上学 在哪上学呀 他在云南艺术学院 云南艺术学院 是啊 学费都要一万多呢 学费都要一万多 哦 那你这也不够啊 不够吗 我们两个酷一点嘛 然后有 然后有个 有个跟人家姐姐吗 真的是 那学费得多少钱啊 一万多 一万多 嗯 我个天哪 你一个月才挣一千万块钱 你学费一万多 嗯 那现在就是 你 你跟刚刚的二妹 对吧 嗯 一起工作 照顾奶奶和妹妹 对吧 嗯 太难了 太少了吧 主播你去人家 也不带给人东西 不是 大哥你别带节奏啊 我刚要说这事情 我刚来的比较长出 忘记了 那个阿妹啊 你们在的附近 有没有超市啊 超市什么 就小卖部 卖东西的地方 你要卖东西给我呀 啊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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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院要可到改善 不用了 你可不到 去不了 啊 家门不是我不带啊 这个叫大姐 不是我不带啊 那个呃 太远了 这个也没有东西买 你给给人现金 我也没拿现金 家门不好意思的啊 没拿啊 不好意思 呃 你发个红包也行 呃 这 我支持一点 这样的哥姐们 我看很多人都在在节奏 家门啊 呃 阿妹你有没有那个知什么宝啊 那我家小雨有 阿妹妹有是吧 这样的哥姐们 你们说发多大的啊 我刚听了啊 阿妹呢 的经历啊 以及这个阿妹呢 说能让我来家吃饭啊 我看一下他家 啥也吃 自己吃的都没完 让我来啊 确实不好意思 你们说发多大吧 你们来说 我来做 我经自己对他努力啊 能帮就帮一下 对不对 我也不是什么大老板 也不是富二代啊 经自己的努力 呃 经自己能力范围之内 给他发个小红包 行不行 加完吗 发2万 发个10万 呃 这样子啊 我大概知道你们的意思 阿妹你把那个知什么宝 拿给我 那个码打开啊 输的 别是负的 你们觉得主播做人做事到位的话 大气的 咱们公平打两只大气就完了 觉得主播小气 咱们就打两只小气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啊对就那个 你不要把我欠烧个了 不是阿妹你里面那个就就 就只有那个一百块钱 我耍你干嘛呀 是不是 我开直播呢 主播你带他们到上海 你 说到没有 你给我这么多呀 家们啊 觉得主播做人做事到位的 大气的 咱们打两只大气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觉得主播小气了 咱们公平打两只小气就完了 好不好 我刚跟大家说了 主播呢 不是什么富二代 也不是什么富大老板 但是呢 咱们 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家们 咱们做人做事啊 咱必须懂得感恩 对不对 在谁都不愿意相信的时候 谁都不愿意帮助我的时候 这个阿妹 愿意让我来他家吃口饭 哪怕是喝口水 对不对 我们呢 都必须啊 感恩人家 是不是更何况 自己阿妹 对吧 她说这个经历呢 这个事情呢 我也特别的感受 阿妹 你别多想 没有任何其他意思 就是因为你的善良 感动了我 你的实在 感动了我 好能有好报 我挣钱比你容易 我帮助别人 就是成就自己 挣了玫瑰呢 手给我鱼香 能帮到你 我很开心 就这么简单 没有其他意思 不用多想 好不好 大气 全体主播说了对的 咱们公平上 对字给我bug个评 行不行 家里面 但是阿妹 我有个小小的疑惑 你能不能跟我解答一下 就是你刚刚说 你一个月才挣一千 对吧 那为什么 我刚刚就是 进你们债的时候 我看有个就是 卖那个香蕉的老奶奶 在那个门口 他卖那个香蕉也不便宜 也是两三块钱一斤 我看上面 两三块钱一斤 你砍错了吧 两三块钱一堆吧 两三块钱一堆 他按堆买的 他天天都在那边 我们在这的那个 论堆卖的 你天哪 哥姐们 该说不说的 他们这边物价是真低 怪不得他们挣不到钱 卖这么便宜 早知道我买了点好了呀 你要买香蕉 我想送点东西给你 送给我 多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说 你帮助我们 我感谢你嘛 你来学 他说感谢我 你家好东西多 你家啥好东西 我看一看 你想要那样 你哪可嘛 那这个是机械炭 这个也好 不认识阿妹 这个是三七 这我也不认识呀 这个是那个贴皮师傅 不是阿妹 你家这些东西 不是那个树枝 就是树皮啊 啥的 我真不认识 你能不能拿给我认识的呀 这些你都不认识 不认识